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请欣赏时事小品 相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刚刚见面还没互相了解呢 你就不同意了 咱们直入主题吧 直入主题 我先问你几个问题 我要是满意了 你再问我几个问题 要是咱们双方都满意了 我们就继续交往 要是不行 就拜拜 省得浪费时间 那行吧 你先问我吧 你有两室一厅的房子吗 两室一厅 没有 不过 我有独树的别墅 为什么要住两室一厅的房子 你说话怎么大喘气呢 你开什么车来的 我 我不开车 我是坐车来的 你买得起别墅 你买不起车 肯定是个小气鬼 我最受不了小气的男人了 我倒是有辆宝马 但是 我一开车 就晕 所以 是我的司机送我过来的 我说呢 不过 我坐别人的车倒是晕 自己开车不晕 我喜欢自己开车 以后就不用司机了 那辆宝马我来开吧 没问题 你的问题问完了吗 我可以问两个问题 这两个主要问题倒是过了 其他的就是一些小问题 我不喜欢吸烟 要喝酒只能跟我一起喝 最好是不要赌博 你要非赌不可能 就只能赢不能输 还有 我不喜欢跟老人相处 没问题 这些 我都可以答应你 那 我能问两个问题吗 你问吧 那愿不愿意打可在我 你 以前交过男朋友吗 你看清楚了 我今年二十岁 又不是十二岁 这一年头你要找没谈过恋爱的 去小学吧 那 你过去的交往 会不会影响我们以后的生活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 会不会影响我们以后的生活 你买了一辈子婚姻保险啊 谁能保证跟你过一辈子 你以为你比尔盖茨啊 我没以为我多有钱 我只是在银行有两千多万的人民币存款 和一千多万的美金 将近一个亿呢 哎呦您看看您这么大的身价 你怎么选这么个小餐馆来约会啊 我喝点 让我误会了 您看到 您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您过去的交往 会不会影响我们今后的生活 慢慢人生路 难免走错几步 我小时候 实际上是个挺懂事的孩子 这几年 社会风气这么坏 把我都影响坏了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 根本也不懂什么爱情不爱情的 这位大哥 我没交过男朋友 非常符合您的条件 请问能请您喝杯咖啡吗 那个 我们正在对台词 准备拍一部地位作品 不好意思 打扰你了 你好 我一直想找你这样的女孩做朋友 您是 我呀 我叫李刚 这是我名片 可以 喝杯咖啡吗 你们这也不会又是在演戏吧 不是啊 你们是北影还是中戏的呀 戏演得不错嘛 北影和中西啊 我都有女朋友 不说 不说这些事都过去的事了 我们走吧 走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次的大陆新闻解读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见 我下边 我下边就等下来我好看吗 喔 不想看你